哈囉大家好 我是群立投信的Kevin 我是佳玟 我們剛開始投資理財的時候 買基金是很多人會選擇的一個方式 那買基金的第一步當然要先做好 先開戶 但是市面上申購基金的管道這麼多 投資人該要怎麼做選擇呢 好的 那我們最近影片會來比較說 不同的一個申購管道 跟開戶方式基金的差異性 那最後我們會實地操作 群立投信的開戶流程 那希望可以幫助投資人 快速完成開戶 盡早開始做投資 欸 佳玟 申購基金的管道這麼多 到底直接跟群立投信買基金的好處是什麼 能不能跟我們說明一下呢 好 那我們之前有幫大家整理一張表格 那目前民眾最常買基金的三大管道 就是我們基金公司 那是銀行 或者是那個平台的部分 那如果說以這個投資的標的來講的話 銀行跟這個銷售平台 都是屬於這種代銷的觀念 就代售各家投信的商品 那如果說你是跟投信公司做申購的話 我們就只會銷售自家的基金 那舉例來說像群立投信 我們就是一個自產自銷的觀念 那我們就自己發行基金 然後自己操作 然後自己來做銷售 那使用其他平台雖然選擇很多 但是直接跟群立投信開戶申購 是不是有很多好處呢 對我覺得最大好處就是一個費用的部分 那你透過群立投信這個申購基金 我們不僅是不會收取那個信託保管費 那所謂的信託保管費就是你 申購越久 你要負擔那個費用越多 那我們一般來講基金都是屬於那種中長期的投資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可以省掉的話 其實對你的投資是非常有幫助的 另外在那個手續費的方面呢 我們會針對我們自己的客戶 我們不定時都有任何隨時都會有一個零手續費的活動 那也會有一些點數的贈售 那所以建議呢在投信公司申購一定是有非常多的好處的 咦 這樣聽起來 如果投資人已經有想要買群立投信的基金 那直接跟我們買是最方便的對嗎 對 沒錯 群立投信旗下有非常多 旗下非常好的一個國內外的商品 那你可以搭配我們使用的一個投資機制 包括我們的日日扣 母子金等系統來打造自己的一個投資計畫 那另外我覺得最大的好處是說 我們在這個最熟悉的IPO 就是我們的ETF在做新募集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透過我們群立投信的網站來做申購 非常的方便 那佳玟 我們現在群立投信開戶有哪些方式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呢 好 那目前主要有三種開戶方式 那第一種是最傳統的最多人使用的 就是紙本郵寄開戶的方式 為什麼明明是比較傳統的方式 卻這麼多人使用啊 因為紙本開戶方式配合的行庫最多 幾乎所有銀行郵局都有配合我們這個做扣款的部分 那另一方面呢 雖然說是紙本開戶 但不像早期說 一直要填個十五六張的開戶文件 我們現在已經半次都畫了 只要在我們的網站上面呢 把所有資料都Key好之後 列印出來寄給我們就可以了 對 那另外額外的部分就是說 如果你是家長 爸爸媽媽想要幫小朋友這邊做投資規劃 也可以透過這個紙本開戶的方式 把小朋友資料全部都Key進去 再印出啊寄給我們也可以完成開戶的 那寄件會不會很麻煩啊 不會 我們除了有配合回遊信封給您之外呢 我們會配合這個黑貓宅級便 對 請你把所有資料都包裝好 整理好之後呢 拿到7-11去 那就可以用貨到付款的方式寄回來了 那聽起來資本開戶也是很方便耶 沒錯 非常的方便喔 那再來呢 第二種開戶方式 我們的晶片金融卡開戶 那這個方式呢 也是全程在線上就可以完成了 那目前的配合行庫大概就20家左右 那需要投資人呢 幫我們準備這個讀卡機 跟你的晶片卡進行驗證 那有需要投資朋友呢 可以參考一下我們的資訊欄的一個說明 那現在你自己比較推薦哪一種方式呢 我最推薦客戶可以使用我們的一個 第三種方式就是網路銀行線上開戶 那非常快速好用 也不需要讀卡機 對 只要投資人有畫面上這個 9家配合行庫 有開通網路銀行 而且你年滿20歲了 20歲 是 只要準備好你的這個網路銀行的帳號跟密碼 好你的身份證跟第二證件的圖檔 還有簽名的電子檔 只要大概5到10分鐘左右 就可以完成這個線上開戶了 好 那不囉嗦 我們現在大家操作一遍啦 GO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先到群域投信的一個官方網站 那大家可以認明一下我們的一個左上角 會有我們群域投信的Mark 才是我們公司的網站 那我們的右上角呢 就有這個開戶的功能 請您點選開戶的功能 好 那這個開戶的方式有這以下三種 那最右邊是我們一開始提到的 紙本文件的一個開戶方式 那中間的話是這個晶片金融卡的開戶方式 那最左邊的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就是網路銀行的一個線上開戶 那我們中間呢會有一些提醒 包括你要先準備好你的銀行帳戶的資料 還有你的身份證證反面的圖檔 然後第二證件的圖檔 還有你的簽名的電子圖檔 然後你必須年滿20歲 好 那配合的行庫年呢 你可以點這個合作銀行藝欄表點進去 那目前網路銀行開戶一共有9家行庫在做配合 請你要先做個確認 好 那如果都沒問題我們就點選這個 立即開戶 好 它會請你輸入一些四樣基本資料 那請各位稍等我一下了 好 那身份證字號出生日期 那剛剛有聽到一定要年滿20歲才可以使用這個 網路銀行開戶的方式 那請大家幫我們注意一下 好 那再來就是您方便收信的電子郵件信箱 好 你的行動電話 待會我會發送這個確認碼給您喔 好 那這四樣資料都輸入完畢之後呢 就請您往下滑 那本人已詳約這個開戶條款要請你打勾 沒問題之後我們就按確認 好 那驗證碼已經就是發過簡訊送過來了 我們稍微確認一下 好 那這樣就沒有問題 我們第一步已經先通過了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看一下表頭的個人資料 然後試信評估 然後驗證 然後開戶就完成了 好 那首先呢 基本資料我們稍微做個填寫 包括你的姓名 你的英文姓名喔 那英文姓名如果說您臨時想不起來的話 你可以透過這個信用卡 把它照Key進去就好了 好 你的身份證字號 出生日期 然後出生地跟國籍 好 任職機構一定要請您做填寫喔 好 那聯絡資訊的email信箱啦 你的行動電話 你的室內電話 還有戶籍地址也請幫我們勾選一下 那通訊地址如果有跟戶籍一樣 我們只要打個勾 同戶籍地址就可以了 好 那推薦人戶話 如果你有親朋還有在我們公司開戶的話 也可以把它填進去 那我們都會有些有活動 那雙方都會有點數的贈送 那活動代碼的也要記得幫我們填進去 那待會呢 會有一個活動代碼的一個mark 算是一個序號喔 那請記得幫我們填進去 我們會加正一些紅衛點數的部分 那如果說投資朋友不曉得 紅衛點數可以做什麼的話 那我們就是他的點數呢 是一點可以折抵一塊錢 而且是全額做折抵的 非常的優惠 好 那資料東填寫完之後 就請按下一步投資資訊的評估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客戶資料 也請各位 客戶幫我們如實做個填寫 婚姻狀況啊 學歷 職務等等 好 那再來有一個 本人確認這個比較大的問題 比較多的就是說 如果你是會計師或律師的話 你就有可能是信託受託人 我們就要勾選右邊這個 那大部分的客戶都不是 我們就勾選不是信託受託人 好 那再往下就是您的收入的部分 也請幫我們做個填寫 好 子女數年收入 那取得這個投資來源的話 您可以勾選我們信用機構的 或是你有看書報雜誌 網際網路的習慣都可以做勾選 好 那最下面這個是風險評估喔 那評估出來的結果有三種 就是積極、穩健跟保守 它會影響說你日後可以買什麼基金喔 所以要請你記者幫我們就是 如實地做勾選 好 使用投資工具 你的投資目的 那你的投資經驗 那你習慣的經驗方式 有單筆跟定期定的都可以做勾選 好 連投資的類型呢 也跟平衡型、股票型或組合型 都可以勾選 那投資盈虧對你的生活有沒有影響 好 高中低 那你的資金來源也要幫我們勾選 你的薪資收入 或是你有其他的收入等等都可以 好 那一般的情況下 你可以接受一個投資的波動度 我們也要做勾選 好 那都勾選完畢之後呢 你的評估結果就會馬上出來 他會告訴說你的結果是 比如積極型就表示說 你可以申購投資的基金的話 這R1到R5 就是你全部都可以做勾選 好 那都沒有問題之後呢 我們就進行下一步的一個資料驗證 好 那開戶的方式一開始 我們就選好這個網路銀行的線上開戶了 那如果說你中途想改變心意的話 也可以到這個時候做個跳棚啊 或者是改變 好 約定帳號我們選擇一下 好 這樣選好之後呢 我們要開始上傳我們的證件喔 那請幫我們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證件一定要是 JPG檔或是PNG檔 那大小呢 或者是一個檔案 就是5MB以內喔 好 我們就點這個上傳圖片 好 身份證的正面 好 背面 好 那第二證件呢 大部分都是健保卡 那只要正面就可以囉 好 那第四個是這個個人的簽名圖檔 很多客戶會把它用成這個健保卡的背面喔 那就麻煩幫我們注意一下就是哪一張白紙 然後簽上這個中文姓名拍照就可以了 像旺采我們就是用它的名字 就是哪張白紙簽上中文姓名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好 那這個四個圖檔呢 都上傳完畢之後呢 我們就進行這個身份的驗證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它會轉跳到您的配合行庫的網頁去 我們就要請您輸入 比如說我剛剛是用盒庫的 那我就要自己輸入我盒庫的一個 使用者名稱 我的密碼 跟我的驗證碼 去做一個身份的驗證 那等它身份驗證連線都沒有問題之後呢 我們會再從您的銀行 迴轉到我們群聶同性的網站喔 那它會顯示說您一開戶已完成 這個時候就表示您OK了 你可以把畫面關掉了 嗨 Kevin 江文已經回來了 你已經開好戶了才幾分鐘而已耶 沒錯 我已經通過我的手機呢 完成這個開戶了 那後續呢 只要等一到兩個工作貼 驗證成功的話 我就會收到群聶投信 寄給我的密碼通知函了 那我就可以開始申購基金囉 線上開戶真的是好快 歡迎大家一起來挑戰 今天開戶 明天下單 好囉 那我現在就可以開始 看我要買什麼基金了 相關基金的推薦 歡迎上我們群聶投信的官網查喔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帶大家手把手的開戶 就到這邊 好 那記得我們影片中間的小提醒呢 開戶的時候要再回來看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也別忘了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